华为招聘最近在微信公众号发文 他们表示说要向全球招聘新一批的天才少年 而招聘的要求其实不限学校 不限专业 不限学历 但是必须要在数理化 电脑 人工智能 这些领域上面有特别建树 比如说像是有重量级的科研成果 发表论文 专利 或者是在国际顶级的竞赛 有拿到奖项 这些资历等等 而根据在画面当中我们提供给大家 华为公开招聘的条件 给的薪水非常的高 有三档工资制度 89.6万到100.8万 大概是第一等的 最高等的是182万到201万 注意这是人民币 那么如果是最上层的 这个201万人民币 大概就折合新台币是800万 招聘的标准当然也是非常的严格 一般都需要经过七轮左右的流程 来筛选 而这个天才少年的定位是 为世界级挑战课题 大牛导师 全球化的平台和资源 但这个做法并不是突然想出来的 这是在2019年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所发起的 用顶级挑战 还有顶级薪酬 去吸引顶尖人才的专案 所以现在看到 华为就是要抢人才了 向全世界找最优秀的人才 当然要先与中国大陆这边 优秀的人才为主 这背后是基于什么样的产业战略思维 千姐 我觉得它的战略高度 就是一个国家的高度 因为以前像日本 做过这种全球抢人才的计划 新加坡做过全球抢人才的计划 都是国家站在战略高度上面 去为它未来发展愿景 去找需要的人才 那我们猜想一下任正非好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粉 所以我不能够说我真的理解他在做什么 但是如果你想 华为是领先数字跟智慧革命 数字革命的领先者 那他现在说将来要做的是 叫做百魔千态 千行万业万物互联 从他最后要去的这个地方 你倒回来看 他现在 我查了一下 他2023年的研发 已经到了1647亿人民币 那么占他全年收入的23.4% 这数字是非常高的 平常的科技公司呢 时常是在8到20 20已经是非常高了 他在23.4% 他十年累积的研发费用 超过了一兆人民币 就一万亿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他今天有一个新的计划 他一定有一个新的方向 过去他一直都是一个布局者 譬如说他很早就在研究自己的芯片 所以当芯片被卡波茲的时候 他很快可以 至少他可以先做一个平行系统 然后慢慢慢慢地再转型到他自己的单一的系统 鸿蒙 所以他会做什么呢 从他现在要应用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些年轻人 因为他有几个 在全世界他所支撑的比赛 譬如说Optica 在2022年开始呢 就是光学的 就是他去向全世界 要求这个高灵敏度光学感应器和探测器的这种比赛 他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题目 那所以光学他已经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那在存储就是AI跟存储上面呢 2024年开始有一个新的Olympus 他有一个新的奥林匹克 他要做提升存储技术的性价比 以及呢全面开发人工智慧时代的新型数据基础设施 所以应用的部分 就是他今天要去做百模千态千行万页 跟万物互联的东西呢 他会用已经成熟的头脑 用比赛的方式呢去找到最好的Solution 那我们想想看他这些年轻人要做什么 我认为就是前沿 如果是前沿的部分呢 那就是回到了基础 数学 光学 量子这种非常基础的 可能应该还要再加上一个材料 这四个就是属于 数学是一切科学之母嘛 所以他找的这种年轻的科学家 年轻的天才 应该是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培植计划 就好像我们当年看到前学生 后来看到马伟明一样 他们都是从Basic Science 最基础的那个部分开始 而华为跟美国的现在那些大的 七大科技公司最大的差别 也是在这里 七大呢都在应用层次上面 而华为是从基础层次开始往上走 所以现在这些年轻的天才少年 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会来自于 数学 光学 量子跟材料 薪水给的真的是蛮高的 重金之下 你要够聪明才行 也要拿得起才行 要拿得起 但重金之下必有天才了 那么现在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越南 他们也是雄心勃勃 因为今年五月 越南计划投资部就表示说 越南政府预计要拨款 26兆越南顿 执行半导体人才培训计划 而这个资金将用在若干地区 来建制研发中心 分配给各大学 进行五万名半导体工程师的培育 那么被誉为是越南张忠谋的 爱福提创办人张家平 他也联手回答 喊出说每年他们要拼 拼什么呢 拼培养五万名工程师人才 根据台湾商周报导说 越南每年能产出的IC设计人才数量 已经超越了台湾 报导内容是这样说的 他们一年大概可以有两千位 IC专业毕业的学生 而台湾大概一年最多只有1500位 当然这因为少子化 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江老师你怎么看 越南现在要大量地培养半导体人才 未来半导体势必是一个 非常竞争的场域 不过越南的产观学 它们连接的优势跟短板 各是什么呢 越南其实前一阵子 其实在几年前台湾一间非常大间的IC设计公司 跟国外的一间IC设计电子公司 还有协会跟我们国家某个部会 其实有去越南去弄个专班 来训练大家去做IC设计 然后也承诺说会给就业金卡 然后最后到这些学生 当时大概有200多个学生 当时训练完之后 结果想说你应该可以来台湾工作的 结果这些学生都因为讲英文 所以大家都跑到会说英文的国家去 而且那边的工资也比台湾来得高 你的配也比较高 OK所以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说 你的人才不外乎就是自己培养 跟或者是吸引国外的小朋友来台湾读书 那再来就是去挖角 其实我后来其实跟一些部会 还有一些厂商有聊过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 因为虽然说我们国家在推行双语化 但是双语化是对自己国内的小朋友 对外去出去打拼 那其实你要让这些国外的人 或者是国外的人才能够来台湾 最主要一个部分来不来留不留 我觉得其实是他会不会说中文 那比如说我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去 发觉说我讲英文 发觉大家好像也不太能很理解 或者是even大家会讲英文 可是你就是感觉说这里就是好像不是 我很喜欢的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国外读书的时候是可以吸加代卷的 那台湾很少学校是可以让你吸加代卷的 尤其是那些对于比如说一些中东国家 或者是非洲国家 那这可能也是台湾的一部分的问题哦 那再来我们以半导体来说的话 IC设计其实可以不太需要说中文 因为他就是在写一些程式嘛 那但是你进到工厂之后呢 那工厂的其实很多现场遇到紧急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是很快的说中文 那我如果今天反应不过来 那是呃呃想半天他可能就觉得说 好像你不是我要的集站 你就不太会去做一些比较 比较高级的位置哦 那我这边有一个手板 那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哦 那其实这就是目前哦 台湾在半导体的上中下游 它所分布的一个状况哦 这样子可以拍得到吗 我们可以看到IC设计的人 他其实占了整个半导体产业的16% 那再来IC制造有34%哦 那再来就是半导体的封测哦 它其实占了41% 那再来就是半导体的材料占了7% 那剩下是IP跟EDA工具哦 所以制造跟封测占了大宗 对那其实是比较属于劳力密集一点点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去集中火力 在IC设计人才 不管是台湾的精创计划 或是其他的国家 现在发觉好像都在砸IC设计 为什么 因为其实IC设计 我需要很好的头脑 那我的设备投资不用到那么高 那我就可以做到非常源头的东西 那我就可以去下单让别人来制造 但是你看哦 其实IC设计的人并不是这么好训练的 你看其实我们就发觉说IC设计 进去IC设计产业的学校 以阳明交大 城大清华台大跟中央为多 那剩下的比如说你看发觉说封装 封装为什么都是明星科大正修 高科大冯甲跟南台呢 是因为教育部当时有补助一个内产线 让大家就是在明星科大训练完 或者是在正修训练完就可以到附近的工业区 呃圆区里面去去上班 所以其实每个每个产业或是半导体 每一段它都会有自己的 它自己的一个算是生态系 是 欢迎回来2024还有一个世界大趋势 跟科技有关 马上带您来看 就是半导体跟AI 目前产业预估仍然是会相当的火热 那么像是NVIDIA 那去年也看到说股价大涨 好 我们说如果在2023年 最红的科技人是谁 尤其说这个最红的 全球最红的男人应该是非他莫属 黄仁勋 NVIDIA的股价一年大涨了190% 那黄仁勋的身价也一举暴增 迈向两兆难 当然今年大家也在看说NVIDIA 还有包括整个AI产业的后世 当然也听到了不同的说法 提醒大家不要一窝蜂的去追逐 就是追高这个AI 2024的AI产业整体来看的 这个发展的预测 邱老师怎么看 他回来聊一聊之后 这个台股大涨 因为就是说这个NVIDIA 他在这个IC设计方面的一个优势 让他占尽AI应用强劲需求的所有好处 当然是台厂帮他比如说代工封测 所以整个供应链也会获得好处 至于说预测的话 因为AI相关的占全球的半导体产值 已经达到一层 而且未来会扩大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AI在各项领域的应用的渗透率 不断的在强化 比如说像AI的PC AI的手机还有电动车等等 所以说确实在未来中长期 它还是非常有前景 会是半导体供应链主要的成长引擎 现在甚至就是说能见度是到2030年 那么这是黄仁勋 另外就来看 就是说因为在2020年 确实像刚刚讲说 AI的这个晶片未来会应用的越来越广 2020年其实出现了晶片荒 全球一片的哀嚎都在想 晶片在哪里 大家都在缺晶片 所以当时因为这个缺晶片 而所准备好的 说要建这个晶圆厂 2024年呢 现在是要准备开始量产 全球预估将会有42座晶圆相关的新厂来投产 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台湾的台积电 那么除了台湾设厂之外 台积电看到他们在全球 在全球的扩产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布局的策略 而且是马不停蹄的在进行 当然有些地方是快 有些地方呢就卡住了 比如说在日本比较快 因为日本目前来说呢 这个台积电的发展是最好的 但IR怎么看 在其他地方 因为现在是只有日本看起来是不错的 可是像美国 阿里松纳 还有包括像要去德国 您怎么看 台积电到日本应该会很成功 就是说日本的工程是比台湾更便宜 然后供应链又很完整 然后日元线又很便宜 所以日本应该是会很成功 美国跟德国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 而且不可能赚钱 就是说因为美国 德国都有工会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看 像这个美国的第一流工程师 只是不可能被关在晶圆厂里头 台湾这个台积电 基本上是让博士生做小学生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国情不太可能 我们再看像美国的汽车工业 如果要不是有一个太平洋隔着它的话 美国的汽车工人基本上 都会被中国农民工淘汰 回家种田去 那再来就是说需求端这边的话 台积电还是有些隐忧 第一个苹果的手机 在一个通波年代的时候 它是不是能够卖这么高的价位 而且现在手机的Innovation不像以前 所以说这是它一个可能一个危机 而华为等等 因为中国的民族性 出来买民族手机会影响它的需求 包括刚才老师谈到的印度 印度有钱还不够多 所以China for China India for India 这市场并没有起来 刚才也提到有关NVIDIA 就是说事实上也是一个风险 NVIDIA事实上是比苹果来得贼 苹果是第一个去Drive台积电的制程 NVIDIA通常等苹果Drive以后 隔一年后才去用那个制程 NVIDIA同样的AI这个部分 中国想买 买不到它的晶片 现在必须要透过 刚才老师讲的 像新加坡这些back channel 可能买到一些 当然今年如果有AI监管的话 这些channel如果把它停掉的话 NVIDIA的晶片要卖给谁 同样的AI监管 现在也在一个 去年看到OpenAI的一个宫廷系 就是说未来 AI到底应该是野蛮生长 还是应该是要注意到 因为我们在一个人设的社会里头 就基本上将来 比方说AI很容易generate出来的人 比我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更诚恳 比我们每一个人知识都渊博 我们的存在的必要性已经不在了 所以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在里头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趋势 最后一个趋势其实就是能源的问题 新旧能源的版图将会进行大洗牌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全球面对这个净零碳牌的浪潮 台湾其实也在宣示说 2050要达到这个目标 可是就台湾来说 其实现实面就是绿能的限制式 不够大量廉价跟稳定 所以目前在台湾还是很难取代 大量的这个石化燃料 光是一个核能问题 我们知道就是让台湾内部炒得不可开交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一个解方 那不少的欧洲国家看到 他们也是继续的就是说拥抱燃煤 那所以从各国 目前国际上的这种因应 能源的做法来看的话 大使你觉得 如果我们从一个能源稳定 因为在台湾你必须要想的是 稳定的供应能源 从这个角度思考 未来台湾的新领导人 也就是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他必须要先想的几个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我想最近欧洲 又重新使用燃煤 这是目前的应急措施 因为它原来是天然气来源 会被因为欧洲 恶果供应天然气整个断货 它不得不燃煤 这是根据过去的巴黎气候协定 欧洲很多国家都在2025和2030年 先后要禁止使用燃煤的 这是确定的 所以目前只是一个临时的非常态的应急措施 不是说因为欧洲又燃煤 我们现在又燃煤 台湾市长 卢销院一定光火 这很明确 但我个人要跟所谓的赖总统当选人 关于能源方面有两点建议 第一个 能源的配置一定要很有弹性 像过去蔡英文政府所标注的这种 20 30 50% 在2050年 一个就是所谓的燃煤 一个就是所谓的再生能源 第二就是一个天然气 这个配置有天然气在50% 这是很危险的 现在目前中共对我们的这种封锁态度的话 天然气不能摆得那么重 这比例要可以做弹性的调整 第一个 这需要智慧 需要远见 要请教一些专家 不能在总统府里面 自己说了就算 第二个呢 我觉得很要重视的 民进党政府最让人权所诟病 就是它的配套措施 始终没有到位 你这个能源的这种问题 除了能源之后 各种绿能也好 多元化的能源 再生能源 跟一般的所谓的燃煤能源 它的能源的这种传输系统不一样的 传输系统不一样 不是很简单 电池过去 不那么简单 第一个能源的传输 第二个能源的储存 都不一样 电网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基础建设 电网 我们现在很多电网都是很成就的 所以全部有发生一些断电或缺电 电网坏了 电网坏了 好像不是我们 我们能源政策是退 因为电网 那这是你要总体要考量电网 所以基础建设 一定要搭配到位 同时到位 这很重要一个观点 所以一个是这个配置比例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配套措施 不过未来这个绿能当然是趋势 就是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 但是现在也看到被称为是绿色金属的像是锂鸭 铜镍在全球都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么对绿色资源的竞争 当然也形塑整个全球地缘竞争的政治贸易相关的关系 所以吴玉老师觉得在现在看到台面上所进行的 关税战科技战之外 您觉得未来会不会有一场这个绿色贸易战会怎么打 我想大家原来谈的绿色贸易算是指的节能减排的问题 那如果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说 那如果是川普当选的 那这个议题大概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大 因为他完全不相信这一套的一定大量开发能源 那你刚刚所讲的是说 包括像铝 包括像鲤 还有包括像铜镍这些 有30种的绿色金属 那依目前看美中之间是不会开打 因为前十大的国家 美国跟中国都是同样的 但是主要的蕴长 大概很多都是在非洲 在中南美洲 因此很多的国家会在这地方 来布局 OK 但是就是因为双方其实都是资源大国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全体 您觉得彼此不至于会造成 互相打得太重 但是双方针对这些问题 因为主要这些30种金属 大部分在非洲 还有在中南美洲 对 还有包括像澳大利亚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